音乐 诗篇 第四十八篇 可拉后裔的诗歌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 该受大赞美 西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为避难所 看啊 众王会合 一同经过 他们进了这城 就惊奇丧胆 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 被战精疼痛抓住 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神啊 你用东风 打破踏实的船只 我们在万君之耶和华的城中 就是我们神的城中 所看见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必建立这城 直到永远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 你受的赞美 正与你的名相称 直到地级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因你的判断 西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西安 四围悬绕 数点城楼 细看他的外国 查看他的宫殿 未要传说到后代 因为这神 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 他必做我们引路的 直到死时 第五十篇 亚萨的诗 大能者神 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全美的西安中 神已经发光了 我们的神要来 绝不闭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 有暴风在他四围大瓜 他招呼上天下地 为要审判他的名 说 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 与我立约的人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 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我的民啊 你们当听我的话 以色列啊 我要劝诫你 我是神 是你的神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繁迹藏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中娶公牛 也不从你眷内娶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柏兽是我的 仙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赎我 我若是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但神对恶人说 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 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其实你恨物管教 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你见了盗贼 就乐意与他同伙 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 你口认说恶言 你舌编造诡诈 你做着毁谤你的兄弟 缠毁你亲母的儿子 你行了这些事 我还闭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你们忘记神的 要思想这事 免得我把你们撕碎 无人大救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是他得着我的救恩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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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